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法证学堂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是当时各省创办的这类学堂中的一个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 新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司法制度 因为这跟制外法权有关 制外法权存在的理由 也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存在的理由之一 就是外国人不能忍受大清那种野蛮的诉讼法的审判 他们认为只有现代的法律才能适应公正的审判 他们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 不能受中国这种野蛮的代体罚代酷刑 又没有让被告人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司法体系的管辖 因此他们要求有制外法权 不受你野蛮的法律管辖 你要取消制外法权 首先就要实现自己内部司法体制的现代化 要把司法权从行政权里面剥离出来 设立不受行政权节制的单一司法体系 法政学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 为这样一种改革培养人才的一个机构 刚刚才培养人才没有几期 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就中断了 一直到民国前期 整个民国前期内地的司法官员仍然是高度稀缺的 在很多地区北洋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前卿的规矩 由县官代理法官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政策上的缘故 就是因为人才缺乏 法政学堂培养的人还太少 就被打断了 陈炯明就是各省所主办的这种法政学堂的学员 而这些法政学堂 尽管政策是中央给的 但是财政却是各省给的 他们如果毕业以后 进入立宪会议中准备建立的各省司法机构 那么他们的财政基础也仍然来自于地方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实际上中央已经不可能筹出钱来了 弘扬以后 清政府原有的财政体系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的筹款的话 那么清末大部分新政是无法展开的 地方士绅的筹款责任 对后来民国限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为谁筹款谁就有发言权 既然身是负责筹款 军人负责统治 那么就产生了陈志让所说的军身政权 也就决定了限制的道路 在这种体制下 不管怎么样 北伐或者南征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统一的 国民党后来实现名义上的统一 他的财政基础就是 他能够改革关税 能够跟列强达成协议 大幅度提高关税的收入 通过上海和天津的海关 筹集他大部分的收入 一小部分收入 又能够通过统税 从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企业里筹到 这样他不再需要地方财政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实现统一 陈炯明那时候 地方士绅负责筹款 办新学校 办银员局 办保卫团 办各式各样的地方事业 这就无形中 大大加强了 王刚杰纽世代士绅的权力 同时也造成一种 士绅自我培养的机制 像陈炯明这样 本来他有可能是 忠秀财中举人 然后变成左宗堂士就士绅 上了法政学校 然后还当选了广东省的资议员 很明显 他就是广东未来的 新精英集团的成员 他加入同盟会 然后依靠惠州老乡的支持 在广东惠州一带 组织了一支称为巡军的部队 当时笼统地把这些部队 称之为民军 新亥年 他率领这支部队 和广东各地的民军 一起进入广州城 成立军政府 但是问题立刻就出来了 广东省的士绅不太愿意 也没有必要供养 如此之多品流 混杂不齐的民军 还有清朝龙济光 留下的滇军势力 这是不必要的 也负担不起的 但是该怎么裁剪 或者说由谁负责裁剪 很明显就是一个 非常得罪人的事 胡汉民是一个文人气质 比较浓厚的人 承担不起这份工作 能干这种事情的 得是一种比较能杀伐决断 不怕得罪人 肯勇于认识的人 而陈炯明年纪又轻 他手下的巡军 也有一定的战斗力 他能够承担这种责任 所以广东的都督 名义上是胡汉民 实际上是陈炯明 而陈炯明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 办的是相当的公正无私 因为他把自己搞出来的巡军 也给解散掉了 等于说是做得非常大公无私 但是这种大公无私 会变成他吃亏的根源 因为后面二次革命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精干的武力了 国民党后来强调 要一党专政和党国的必要性 很大程度上 就是受到历史挫败经验的影响 他等于说 我过去太天真了 这种天真不仅害了我自己 也害了国家 所以下次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无论如何不会解散党军的 军队国家化理论上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没有党国核心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 放弃国民党的武力 就是放弃中华民国 我们不能为了虚名 使人民遭受实际上的灾难 过去我们已经天真了一次 今后不能再继续天真了 主要是这个因素的影响 陈炯明解散军队以后 在民国元年那种小阳春的气候之下 一度是很打算在广东 搞以经营实业为主的政府 但是二次革命的危机 马上就来临了 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态度 他不是要赶尽杀绝的 而是按照老观念的那种 玩弄全数的手腕 采取分化瓦解的做法 他不想把国民党全部干掉 他罢免了国民党三位独独 包括广东胡汉民 江西李列军和安徽百文卫 这三位独独 但是对继承人 他采取分化的方法 他把北洋的李纯派到江西 这是占国民党的地盘 给你一个打击 把北洋政府势力强加给你 但是还是让陈炯明 接替胡汉民的位置 也就是说 他对国民党的打击和限制 是有限度有节制的 如果你不愿撕破脸的话 我仍然给你一个台阶下 看你下不下了 这个台阶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起到 分化国民党的作用 国民党内部 有很多温和势力 觉得这个台阶是可以下的 犯不着撕破脸 我们跟李列军 也没有什么沾亲带故的 再说中央政府任命行政官 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国民党 还是国会的多数党 将来仍然是大有可为 截至政府还是大有可为 犯不着 为了这点小事撕破脸 这样赞同孙文主张 二次革命的就变成少数派 袁世凯成功实现了 分化国民党的目的 他提拔陈炯明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跟他后来提拔菜额原因 也有点像 他想尽可能地分散 所有高级将领的权力 包括北洋高级将领权力 办法就是提拔后生晚辈 提拔没有什么资历的晚辈 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的话 陈炯明取代胡汉民 陈炯明应该对他有所感激 有所感激 就会导致陈炯明对国民党的忠诚 有所动摇 而国民党也会对陈炯明不那么信任 一方面 他给自己的组织输入了心血 避免了段祺瑞这样的老将 挟持领导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他又进一步分化了国民党的新进力量 他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种超然总统 超然总统是不分党派的总统 我站在中间 国民党站在一边 北洋站在另一边 我谁都不偏袒 双方都必须求助于我 如果北洋势力起来了 我就提拔两个国民党的新人物来压压你 如果国民党太嚣张了 我就提拔两个北洋人物来压压你 后来其实蒋介石处在蓝衣社和CCC 和其他派系之间 无非也就是这样子 中国近代以后 基本上所有的领导都精通这种权术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不是西方那种民主 但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谴责的那样 要搞绝对独裁 他们要搞的是一种全民领袖式制度 党派我是要的 名义上叫党 还是叫派 那无关紧要 但是党派拧要在下面斗 我这个领袖不是一个党派派出来的 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派我做领袖 恰恰相反 我领袖就是国家 我高高在上像伊朗宗教领袖那样 不受任何党派约束 而你们几个党派 在底下互相掐的你死我活 我以仲裁人的身份 调节你们各党派的冲突 这样我的江山才会更加稳 袁世凯当时的计划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不满意国民党搞二次革命 觉得你完全没必要这样搞 明显的违宪 对自己也不好 其实国民党这样做 也有他深层次的原因 至少孙文是看懂了袁世凯这种心思 他不想配合 对他来说 如果袁世凯高高在上 我孙文 段祺锐 梁启超 在底下厮杀 我厮杀得越狠 袁世凯这个高高在上的仲裁人地位 就会越稳 那我岂不是全白杆了 我宁可要把自己毁掉 也要把你毁掉 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虽然我部队完全打光了 我变成流亡者 但是我也把你袁世凯从中立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了 打了这仗以后 那就很明显 你袁世凯就是北洋的领袖 你不是全国领袖 我们国民党是你公开的敌人 你做不了高高在上公正平衡的全国领袖 你只能变成斗争的一方 而不能超越斗争之上了 做到这一点 我虽然牺牲了自己 但是我也已经成功地让你输掉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权术 后来 有些批评孙文的知识分子 反而是太天真了 或者是 他们自己对马基亚维利主义的了解 还不够深刻 恐怕街市上的流氓 或者是愚夫愚妇还清楚一点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 穷困的小民 跟富贵人家打官司打不赢了 伊撒坡 我在你门前吊死 我是不活了 但是我给你制造足够多的麻烦 以后官府或流氓 会给你不断地找麻烦 我宁愿两败俱伤 也不愿意让你占便宜 让你获得胜利 我想 现在至少在中国农村里面 相互之间打官司 还有很多人用这个战术 这种战术 你可以说它相当土鳖 相当野蛮 绝对地不符合非恶泼赖的原则 绝对地脱离现代政治文明 但是它确实是有效的 而且中国近代以来 能够在政治上成功的领袖 都是不讲非恶泼赖的 都是会撒泼 懂得这种血仇原理式的 野蛮斗争哲学的人 孙文在二次革命中 表面上的愚蠢 实际上证明了 他比那些讲非恶泼赖的 相信规则的黄星 宋教人之类的人 将来会更有资格成为 中国的领袖 实际上 在二次革命当时 他已经证明这一点了 但是陈炯明还不懂这些 陈炯明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非常天真 一切按照原则办事 他解散寻军事 不顾自己政治利益 坚决拒绝投靠袁世凯 在最不利的时候 坚决忠于国民党 最后被迫流亡国外 也是忠于原则和理想的体现 既然为了国民党流亡过 他本来应该紧跟着国民党 但是孙文要求党员绝对效忠于他 建立起中华革命党 他坚决拒绝 因为这样做 你跟袁世凯有什么区别 我们当初反原 不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吗 现在你也搞这个 那我连你也不支持 这样他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 在香港也待不下去 英国政府在袁世凯压力之下 很友好的要求他 最好换一个不太敏感的地方 于是他只好往南洋马来亚那边跑 在这个阶段 陈炯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 为理想把什么都牺牲了 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但在这个时候 袁世凯走了一步错棋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红线称帝 红线称帝为什么是一步错棋 因为他不是利益引起的 而是各方认知结构的错位引起的 袁世凯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他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主持人 他知道他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 他家在军队和国会之间 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垮台 但是在国会中还有很大的势力 而且进步党也并不真正的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搞党派政治很不得力 可以说国会不是他自己人主宰的 国会不断地在财经方面找麻烦 国会自己筹不出钱 而袁世凯向银行借钱时 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刁难袁世凯 而另一方面军队越来越跋扈 打败南军其实仅仅意味着加强北军的势力 而袁世凯对北军也不是很感冒 他知道这些人伟大不掉 对他自己也不太尊重 他早就想分散诸将的权力 但是又做不到 一方面军队要钱的胃口越来越大 一方面国会对他很苛刻 这两厢加弓之下 镇压二次革命胜利 那个短暂的荣耀是维持不了两三年的 他很快就会在两面加弓之下 即使不垮掉也会被搞得灰头土脸 因此他必须利用胜利以后余威犹在 大家还有点怕他的时候 赶紧搞出个新体制来 能够把国会和军队同时压住 在他看来军队为什么老是这么不老实 因为没有皇帝了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你袁世凯不过是个前朝将军 前朝将军也不止你一个人 像岑春轩这种人 资历是和你一样老的 为什么大家不能都当领袖啊 个人一闹起来 这样秩序没法维持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皇帝 杨渡和周围的文人 之所以要拥护他 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惯例 胜利的领袖 应该跟文人结成联盟清洗军队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文治国家没有办法恢复 官僚机器统治机器 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人民为了养活十分庞大的军队 会破产的 清摇伯父没有办法实现 要想拯救人民 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称帝这样的路 要把领袖和他的将领区分开来 文人要跟领袖结合 把他的功臣和将领要么和平清洗掉 要么武力消灭掉 消灭掉这些人 解散掉军事力量 然后帝国的文治才能复兴 士大夫和皇帝共治的体系才能够恢复 等于说是领袖和文官士大夫合谋 把领袖原有的军事支持者搞掉 完成这个步骤之后 长治久安才能实现 他们认为 袁世凯现在缺的就是这一步 这一步走不好 接下去就是五代十国 这一步走好了 那就是明清时代的盛世 所以他们的考虑也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袁世凯政权班底 以及各省班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大多数都是清朝的旧令 他们效忠于民国 他们是有词可解的 因为民国没有皇帝 我不是背叛大清 我没有当二臣 因为当时对民国共和的理解 就是三代上古之治 这是远远流长的 从郭松涛和薛福成那时候就开始了 儒家的大臣看到美国 总统是民选出来的 他们就大声疾呼说 这是三代上古之事啊 这是唐瑜之事啊 这比以后加天下 私天下要无私多少倍啊 这不就是我们儒家最提倡 最羡慕的三代之治 攻天下之治吗 秦汉以后不都是 私天下加天下了吗 只有美国是攻天下 符合我们儒家的理想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民国有他一部分传统上的合法性 就是由于这种 攻天下的表面上的相似之处 像后来当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虚就说 共和是一件异常美好的事情 儒家士大夫要赞成共和 是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我个人不能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共和虽然好 但是我已经受大清皇帝的厚恩了 我作为士大夫 受了大清皇帝的厚恩 不能报恩 这是我个人的耻辱 但是不是说民国不好 没有受过大清厚恩的 当然可以投效民国的 因为民国的理想是完全正确的 而黎元洪和徐世昌那些人呢 他们没有这样高度的道德观 但也可以运用这个逻辑 他们可以说 投效民国不是背叛大清 也没有背叛儒家理想 而是效忠一个更高的理想了 所以他们可以说得过去 如果袁世凯一旦当了皇帝 那就不得了了 那样我就等于 是从救皇帝投奔新皇帝 这就跟吴三桂一样 从明朝皇帝手里 投奔满清皇帝 因为你不是老百姓 你是吃着前朝皇帝的俸禄 前朝皇帝垮了之后 你理应退休 即使不自杀之的话 你也应该退休 忠臣不是二主 猎女不是二夫 再去侍奉第二个皇帝 那你就跟在嫁的寡妇一样可耻 这就跟效忠于共和是不一样的了 遮羞部就要被扯掉了 像袁世凯吧 如果他当共和国的总统 那没有关系 大家都是公仆 虽然你当过前卿的大臣 那没有关系 但你如果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以后 你再当皇帝 那么你就是欺负孤儿寡母 那我们就要联想到王莽这个人身上了 在这方面的历史现象 就是王莽 你欺负孤儿寡母 不是通过打天下这样硬干的手段 而是通过狡诈的手段 把天下骗到自己手里面 你同时欺骗了大清和民国 大家很难说 你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 于是袁世凯手下的前朝旧历和他本人 在这种情况下都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自我解释 而反对他的人倒可以理直气壮了 因为你无论用什么理由都可以反对 像是徐世昌 段祺瑞和黎元洪这些人拒绝接受袁世凯任命 这样他们就保留了一个模糊空间 怎样解释都可以 照旧势力看来 这些人还是有良心的嘛 他们当初拥护共和 是为了摇顺之治的目的 不是对不起大清 而现在有人真正要对不起大清了 他们就不肯合作了 在新势力看来 这些人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把他们争取过来 他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效忠共和的 这样他们保全了自己的节操 也保全了最大程度的 在政治上进行自由选择的灵活性 而袁世凯就把这两方面都丢光了 事后看来 袁世凯这么做是相当愚蠢的 但是他也有他的苦衷 他如果不这么样做的话 二次革命以后再过两年 他借来的这些钱就花光了 那么他处境怎样呢 他还是会面临跟现实一模一样的状况 老实说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看 这个总统 他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的 可以说 怎么样都会搞到重盘亲离的地步 他选择了他自己比较偏爱 比较符合他自己价值观的 认为能够走通的道路 结果证明实际上走不通 但他即使换其他路 其实说白了也还是走不通的 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 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对他真正有好处的事情 反倒是中国进一步分裂 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 让地方像阎西山那样 自己负责去借外债 自己负责去办理自己的经济 大大减轻中央政府负担 那样情况下 他很可能会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和仲裁人 说不定还能幸存下来 我们回到陈炯明的问题上 袁世凯这样一搞就给陈炯明提供了机会 于是广东像龙继光这样的旧势力 处在很尴尬的地位上 他原先是大清皇帝的将领 投校民国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要继续拥护袁世凯投校地制 那就变成完全是贪图袁世凯的绝路了 变成一个纯粹自私的牺牲原则的人 再也没有任何号召力了 而陈炯明在二次革命的时候 曾经希望当地的士绅给他出钱 帮助他抵抗袁世凯 但是当地士绅拒绝出钱 他们在辛亥革命的时候 曾经给陈炯明出过钱的 他们的理由是共和已经建立 现在应该是大家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 没有必要为了小事情搞分裂 你们跟袁世凯都是共和国的不同派系 为了这点事情 打闹是不值得的 他们拒绝出钱支持 但是袁世凯称帝以后 他们再一次变得愿意出钱了 陈炯明回到他的老家 在惠州另外编制了一支民军 这支民军号称越军 越军就是后来炮打孙中山的那支军队的前身 这支军队建立以后 陈炯明也许是吸取了原来的教训吧 也许是因为他和地方士绅之间 已经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关系 这支军队始终没有解散过 黎元洪法统崇光以后 理论上各省和解 交战各方同时交出兵权 陈炯明也形式上交出他的兵权 辞职不干了 把他建立的这支新的越军 交给黎元洪段齐瑞联合的举国一致政府 由文官朱敬兰管理 但是这个管理是有名无实的 朱敬兰在任何军队中间都没有任何势力 越军也好 广东的各军也好 他都是号令不动的 他只是充当一个看守政府的角色 在黎元洪段齐瑞政府 暂时能够同时得到进步党 国民党和社会各方支持的情况下 各军暂时服从他 一旦这个举国一致 政府解体 他的控制就到此截止了 朱敬兰当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随着南北第二次决裂 国民党和段齐瑞再次分裂 陈炯明的地位再次突出起来了 因为他的部队和陆荣亭的部队就变成护法军政府的主要依靠了 随着孙中山和西南势力关系日趋紧张 七总才智取代大总统制 粤军作为孙中山最可信赖的部队在广东本地也无法立足 跟着陈炯明以圆敏的名义开到福州 驻扎在张煞一带 在这个时期 陈炯明开始转型成一个地方建设者 一般颂扬陈炯明的人都是颂扬他地方制度如何如何好 他首先就是在张州一带推行他开明的政治改革的 他本人是一个生活朴素 不大爱钱不大任人为亲的人 所以他的地方是一个小型的模范线 随着贵军势力内部的分裂 孙中山主要依靠扩充后的粤军回到了广东 这时候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歧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对于陈炯明来说 他本来是广东的省议员 他觉得应该恢复被打断多年的广东省的建设了 广东省长期以来被客军盘踞 要么是袁世凯派来的北军和滇军 要么就是西南势力的滇贵联军 现在广东的政权终于回到了广东本省人的手里面 是该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 需要休养生息 他希望即使是要进一步进攻广西 也要在广西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希望孙中山把广西省长的位置交给马军武 然后让马军武做一个广西的陈炯明 然后把四川交给熊克武 在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云贵和广西广东这些地方 搞成一个联省自治的模范 当然这些联省自治模范中 最富裕最有前途的肯定是广东 而广东肯定是他的地盘 他希望孙中山做一个虚伪的领袖 然后他和广东士绅之间能够达成协调 把这个联省自治的格局搞下去 但孙中山是不能接受这个设想的 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广东人 但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满足于一鱼之地了 北伐是他不可避免的选择 如果陈炯明不配合他的话 他就把基地改到桂林去 但他之所以能够控制广西 主要就是靠越军的武力 越军在进攻广西的战役中损失非常之大 需要休养 已经不大愿意打仗了 他以桂林为大本营北伐 依赖非常不愿意打仗的越军 和抱有很大敌意的桂军 桂军陆荣亭虽然下野 新桂军仍然在李宗仁 白重喜 黄绍红的率领下 正在慢慢集结起来 向桂林靠拢 越军不愿意保护孙文 只管自己撤回本省了 他的北伐计划完全泡汤 在这种情况下 孙中山还是觉得 越军本身虽然是他的老同乡 也是需要铲除的对象 于是就发生了 刺杀邓坑的案件 这个案件 如果从利害角度来推测的话 最有可能的是 孙文廖仲凯和蒋介石 那些新兴国民党嫡系部队 打击越军势力的行动 这个时候 陈炯明采取了一个退让的政策 他辞去了一切官职 退回老家惠州 但是可能还是在幕后 操纵越军军官 这是一个双方下台阶的做法 如果按照民国初年 那种比较飞恶泼赖的作风的话 那就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要么是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陈炯明既然已经下台 那么孙中山也应该给点面子 从越军中间 挑一个和陈炯明比较相似的人 出来接管越军势力 然后就应该很知趣的 不再要求更多 这样他和越军的关系 还能够维持下去 要么呢 你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 还是要继续坚持北伐的话 那么你就干脆重新引进颠柜 或者其他的军事势力 驱逐整个越军 好好打一场 但孙文在这两方面都做不到 双方在很尴尬的状态下僵持 在这种情况下 广州各界的身伤 开始出来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他们希望 既然是第二次法统崇光 李元宏已经回到北京 孙中山赖以支持的 就国会议员 大多数已经回到北京 那么护法军政府的法律意义 已经消失了 最好是孙中山和徐世昌同时下野 这样就显得比较体面 也显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吃亏 但是徐世昌已经下野 孙中山却始终不肯下野 要想让他比较体面的后退 那么就需要有三部曲的压力 第一步 是世身派请愿代表团 和社会名流向他进行劝说 同时 蔡元培就在北方的名义 给他打电报劝退 希望他体面的撤退 第一步 孙中山不撤退 第二步就是越军的基层军官 开始在广东闹市 制造一种社会治安不稳的局面 希望孙中山你要么能够维持秩序 要么维持不了的话 你就另让闲路 这样 孙中山非但不肯撤退的话 他采取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道路 他扬言说 要用毒气弹杀进越军 华字日报 1922年6月14日 但他实际上 手头又没有这样的武力 他真正能够依靠的 就是成碧光带领的那些海军 但是他的确有可能像以前炮击莫容新那样 用海军炮击越军在杀面一带的军营 在这个时候 是非常需要政治审慎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616事变和永锋剑事变 这些事变到底是出在怎样的情况下 到底是越军的下级军官 根据陈炯明的指示发动的政变呢 还是陈炯明本来打算采取一步一步施压 把孙中山赶出去的手段 但是被一小撮比较缺乏政治手腕的军官 误解了他的意思 或者没有能力执行这样微妙和敏感的任务 直接了当就动粗了 不好说 但是反正消息传到惠州的时候 陈炯明表现的相当意外 这个意外不一定表明他是无辜的 他很可能是本来制定了一个很精细很巧妙的计划 可以不担责任不把任何人的手弄脏 不用起冲突就把孙中山赶走 你们偏偏这样没有耐心 一下子把我的好计划给破坏了 他的惊讶可能是这一类的 但是无论是出于哪一类的 总之永封建事件的结果 就是使国民党过去的利益共同体破裂了 早期国民党利益共同体 不大像晚期国民党 反倒很像是陈炯明的志工党 它是一个半邦会半同乡会的组织 广东地方主义色彩是极其浓厚的 局外人是刀插不进水泼不入的 像蒋介石那样的人 在早年虽然不但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 甚至还愿意给孙中山本人干脏活 刺杀陶成章 但就算是他也始终是混不进广东人把持的核心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国民党中的广东利益集团和邦会集团之间 利益共生已经达到了难以打破的地步 陈炯明这么一来实际上是帮助孙中山 打破了这个他早晚要打破的利益集团的锁链 可以说孙中山如果受制于这个利益集团 给他划定的轨迹的话 他顶多是广东和侨民的领袖 永远做不了全中国的领袖 但是要跟这个集团决裂的话 那又种下了以后无数次裂变 或者说西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宁月分裂的祸根 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本身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话 那么陈炯明这个人和蒋介石这个人的生态位 恰好是相同的 有陈炯明就没有蒋介石 有蒋介石就没有陈炯明 蒋介石后来得到的就是 陈炯明如果顺着孙中山的话 本来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但那就要求陈炯明背叛他自己的小利益集团 他做不到 结果蒋介石的后期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新党 而陈炯明的志工党反倒是继承了早期国民党的一波 他变成一个华侨帮会的广东地方组织 出于上述原因 蒋介石任何人都可以宽恕 包括北洋军阀的降将 他肯定可以宽恕 李宗人白崇喜 他可以宽恕 共产党投诚过来的人张国焘之类 他也可以宽恕 他只有一个不能宽恕 就是陈炯明 因为宽恕了陈炯明 成为一能呆的位置 就是他蒋介石现在所呆的位置 宽恕陈炯明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蒋介石的位置让给他 宽恕其他人倒是没有关系的 你把广西或者山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让给他对蒋介石没有直接伤害的 只有陈炯明 蒋介石是不能宽恕的 因此根据这个理由 志工党必须是新国民党的不共戴天之仇 这不是政策方面的仇恨 而是一个生态位竞争方面的仇恨 这个生态位竞争方面的仇恨 可能在台湾现在的客家人或者是江浙人之类还可以显示出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 不管你表面上是呈现什么 或者说政治经济政策什么的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人事派系和生态位竞争的问题 这才是真正核心的绝对不能妥协的问题 于是陈炯明志工党就扮演了 可以说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 同盟会在海外的那种角色 争取马来亚 谭香山 香港各地华人社会的支持 尽可能地排斥敌对社团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也不排除用黑帮手段去 或者是日本那种方法去暗杀你 如果辛亥革命没有爆发的话 那么国民党可能永生永世 就是这样的组织 如果社会进一步现代化 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话 这样的组织发展起来 就可能是马来西亚那种马华工会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那种模式 最后是到1948年新政协召开的时候 制工党投向了共产党那边 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接近共产党 而是和国民党的仇恨无法逃脱 实际上如果从纯粹政治角度看 假如国民党是一个温和左派势力 而共产党是一个强硬左派势力 那么制工党倒是一个比较偏右的势力 它距共产党的距离 肯定比距国民党更远 距梁启超的进步党的势力 倒反而比较近 但是出于生态位的原因 它反倒为了仇恨蒋介石的缘故 而投入共产党的怀抱 制工党是陈炯明留下的 唯一一个政治遗产 它等于是构成了一个 日渐衰落的海外华人社会的一条线 这个海外华人社会 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 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 虽然的跨几大洲 西面远到南非 东面远到哥斯达里加 最主要的基地在马来亚和檀香山 但是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 具有高度的一体性 二战以后 反制主义打破了这种传统 但也留下很多活化石 你如果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为人 或者想了解早期国民党人的行为逻辑 那你最好的办法 不是去看国民党边的党史 也不是共产党边的这些东西 你最好的办法是设身处地到南非 或者是哥斯达里加去 找那些老华侨 只会讲广东话 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华侨 千万不要找90年代过去的新移民 那些老华侨只会讲广东话和当地的语言 他们组织了自己的独立社团 跟当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契合 也有点像马来西亚那样 他们不太积极参政 不怎么争取在现代政治中 有自己的政治权利 而是争取一种类似于文化非地的存在 你进入他们的社会以后 你就能够理解孙中山和廖仲凯 和胡汉民那些人 当时是怎么想的 后来国民党对他们的解释 反而是特别不正确的 志工党留在大陆以后 失去了他自己生命的根源 也渐渐变质 变成了花瓶式的组织 而原先实力最强的谭香山的华人 卷入了美国二战以后的族群政治 变成了现代华人 也极大的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 因为卷入了冷战结构的缘故 也跟着扭曲了他原来的结构 原来的特征 反倒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这些老社团 因为是像桃花源一样 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巨大波动 都没怎么从他们身上卷过去 他们最多的保留了文化的原汁原味 所以真正的早期民国 既不在中国也不在台湾 也不在南亚 反倒是在哥斯达黎加 或者南非这些老华侨的小区中间 陈炯明就是他们的精神兄弟 理解了他们就理解了陈炯明 这就是陈炯明的故事 他这个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历史 如果放在欧洲的话 他和他的群体就相当于是波兰或者爱沙尼亚一个小邦的历史 如果像杜赞奇那样 要从民族国家的中间发掘历史 这才是他应该发掘出来的东西 民国人物纵横坛 阎西山 土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阎西山 1883-1960 阎西山的出身跟陈炯明是比较相似的 中了秀才以后又去新式学堂 但他的经历又暴露出山西的小市民社会和广东的小市民社会有非常大的差别 他中了秀才以后并不是像南方人那样 如果你是好学的人中了秀才以后那么下一步当然是考举人 但是他就直接去学做生意去了 这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 雍正皇帝早就说过山西的风俗实在是太坏了 别的人都好好的去考科举读圣贤书 而你们这些人呢 读书只为了十几个字 识完字以后就要去做生意当学徒 而且做生意的人根本瞧不起读书的人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的风俗是很坏的 但实际上直到民国初年 山西的风格还显然是这样 阎西山开始也是走这条路 后来山西人佩服他的一个原因 一个其他各省人看起来很可笑的原因 就是他特别会心算 别人给他说一连串数据以后 他闭着眼睛像当铺的财主一样 擦擦不用算盘就给你算得很准确 别人都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算出来的题目 他一下子就给你算出来了 别的省的人可能觉得军人跟政治家和这种才能简直一点都不相衬 但是他那些山西老乡对他是无限佩服 因为山西的商业文化很浓 这套本事就说明他的基本工学的很好 即使是不做官做生意 他其实也是能发财的 严西山就是这种人 他的学历比起民国初年其他人包括蒋介石和陈炯明都要好 他不但去了日本留学 而且他从政务学校毕业以后还从事官学校毕业 前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做到的 政务学校的门槛很低 等于是一个照顾中国留学生的机构 日语不好没关系 军事学的底子很差也没有关系 我们是一个预科班 预科班要进去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日本事官学校就是为日本自己人准备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学校 能进去不容易 能混到毕业更不容易 严西山能混到日本事官学校毕业 就说明他实际上的军事素养 比起乌佩服 毕业于保定陆军素成学堂测绘科 比起蒋介石毕业于镇武学校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连队为士官后补生要高多了 蒋介石那批人跟他相比是业余兴致的人 他回到山西以后还另外给自己考了个举人 是山西最后一批举人 所以说到中西学问巨粹 严西山比起其他军阀来说是强太多了 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时候 他是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写第八十六标标统 山西的革命是认真打仗的 山西的清军还是比较忠于清廷的 严西山打的是硬仗 跟江浙这大部分地区和直立这些象征性的战斗绝对不同 他打的真的是硬仗 而且硬仗打的相当有军事学素养 等于是把他从日本学来的那些怎样修筑碉堡 怎样攻打碉堡的技术都用上了 山西新军的战斗力相当之强 因为自从吴璐珍在河北遇刺以后 燕进联军瓦解以后 清军的主战场其实不像大家说的是 所谓的阳甲保卫战 汉阳汉口保卫战 而是山西大同和太原保卫战 大同和太原保卫战不仅是打得最惨的 而且是战略上关系最大的 清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南下 有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山西在侧北威胁 京师随时随地都不安全 从山西出井行 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切断金汉铁路 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冯国璋就在汉口 铁路一旦切断 那他就是死狗一条了 在这种情况下 袁世凯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敢把主力派上江汉地区的战场 清军不敢南下 然后南京上海的革命党 才有从容斩步的可能 北方的革命党将领 像蓝天卫张绍增无路真都是昙花一现 只坚持几天或者遇刺或者流亡了 打硬仗的只有阎西山 真正的硬仗是由北洋军的三阵兵力 和阎西山的禁军打起来的 禁军在兵力上是绝对劣势 而北洋军投入山西战场的兵力 比他投入湖北战场的要多三倍 这是真正的主力决战 清朝新军理论上有三十六阵 但到辛亥革命那阵子 真正具有实战能力的能够作战的 其实也就北洋六阵 六阵中间大概有五分之一左右 投到了湖北战场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十的兵力 投入到了山西战场 山西关系到北京城的命运 关系到袁世凯的命运 这场战役才是决定生死的 而禁军打得非常顽强非常好 实现了有秩序的撤退 他们打败北洋军是不可能的 但是山西的地利和民气对他们有利 北军两路进攻 他们分阶段的从太原撤退 撤退到大同 我们都知道军事上撤退 是比胜利更难的一件事情 像蒋介石在松户的撤退 就变成了一场撤头撤尾的溃败 他跟共产党打仗的时候 他打赢了就没事了 只要他打输了 他的撤退都会变成一场撤头撤尾的溃败 这也是蒋介石在军事上是一个业余水平 业余爱好者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而阎西山在军事上是一个合格的专业人员 他虽然好像是败将让出了些土地 但是禁军的伤亡比起北洋军要少得多 禁军总共就死了几百人 北洋军的伤亡是禁军的五倍 而且禁军的撤退是承建制有效率的撤退 他退到一个更深更厚的阵地 反而牵制了更多的北洋军的兵力 北洋军深入山西内地 又攻不下大同 五台山一带的险要阵地 进入太原还要分兵 又要保护金汉铁路 又要保护山西的道路 实际上消耗了更多的兵力 使他更加没有可能在南方作战了 民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 但是搞民国早期历史的人 好像不大重视一战以前的欧洲兵法 实际上民国早期的兵法 就是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兵法的一个重演 搞这种兵法 搞得最好的两个人 是大家不大重视的张作霖和严西山 大家一般好像对蒋介石和吴佩福还更看重一些 但是蒋和吴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业于爱好者水平 政治能力是高于作战能力的 他们的军事胜利主要是政治能力比较出众的结果 真要论作为一个中高级军官的指挥能力 他们即使不是非常别角也是非常业余的 严西山的水平是很高的 大家都觉得严西山是专门打败仗的人 他搞政治的能力高不高是另一回事 但就是他打败仗的过程中 包括这一次被北洋军打败 以及后来跟东北军打仗的时候被张作霖打败 后来跟蒋介石作战的时候又被蒋介石打败 最后又被共产党打败这四次他都是被打败的 但他败得很光荣很体面 自己的伤亡很少 总是能够做到有秩序的撤退 成建制的保全自己的主力 在这个指标方面 他大大的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将领 而这一点实际上是兵法当中最难的 他做到了 从军事角度 他才是真正挽救辛亥革命的人 而二次革命的失败 关键就在于 山西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响应南方 结果北洋军可以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南下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 武汉黎元洪的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是站在北军一边的 可以说 湖北和山西两省决定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路径差异 南北和谈开始以后 北军所做出的第一个让步也是最重要的让步就是从山西撤军 这一点一方面说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把山西的革命军当做自己人的 另一方面说明北军如果不能占领燕门关一带 山西最显要地带占领近西北高地的话 那么他们在孤立的太原实际上是守不下去的 不撤退也得撤退撤回原有的防区 他们才能得到充分的补给 留在那里得不到补给 军队早晚要划遍 这也是他们不得不这样选择的原因 阎西山回到山西以后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点 他采取一种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外交的手段 保证了他在山西的地位 他没有什么野心 不积极参加南北任何一方的博弈 同时也严格防止其他各方把势力伸入他的系统内部 第二点更重要 主要不在于阎西山本人 而是山西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 他们表现得非常土鳖非常团结 而团结性恰好是土鳖性的体现 他们是地方上的小县城里面出来的人物 能够到省城做一座小官 捞一点点小利益已经是非常心满意足了 在北京和上海面前有浓厚的自卑感 觉得自己不如北京人聪明 不如上海人精明 最好是避其观来 在山西老乡之间搞小团体 山西人没有什么别的长处 但是忠厚朴实这一点大家都信得过 外省人虽然聪明能干 但是他们比较狡猾 我们都信不过 我们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得到安全 山西统治集团内部长期不发生分裂 跟他们这种比较质朴 比较普捉的作风很有关系 现在人有一种错误认识 认为中国搞不起民主宪政 是因为人民素质不高 然后又把素质不高解释为文化程度不高 不够聪明 其实情况恰好相反 能够搞成宪政的国家 是精英势力比较小 而且老百姓比较老实的国家 照美国的说法就是红薄山炮 红薄山炮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支柱 他们不懂别的什么大道理 一本圣经给他们提供道德观念就足够了 平时乡亲们办日常事物的时候 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 他们本能的鄙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些人才是美国民主的基础 英国的乡绅和小地主 像麦考来描述的那些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的 而法国和西班牙这种 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 首都有大批的知识分子 会发明各种先进的社会理论 外省的聪明人 一有机会就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 跑到巴黎去谋发展 这些国家最容易像中国一样 搞没完没了的派系斗争 结果宪法没办法稳定 危险的党派斗争 在宪法还没稳定的最初敏感期 就把它撕成碎片了 在中国 民国初年最接近这种情况的 就是江这一带 江浙市出人才的地方 也是最有钱最富裕的地方 但是江浙市大夫的团结能力 明显是非常差劲的 他们只要能有那些山西的土财主 四分之一的团结能力 那么北洋军是根本进不了他们的 尤其是浙江 浙江最初是浙军实现独立的 最初几个都督都是浙江自己系统的人 但是浙江人就是不服浙江人 他们在浙江自己人执政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 尽管他们纸上制定的宪法 好像很漂亮 但实际上 政局是异常动荡 派系斗争是异常的多 像明朝末年的党争一样 又无聊又复杂 于是段祺瑞趁他们内斗很厉害的时候 从上海派来了人数很少的一支北军 轻而易举的就把他们制服了 他们在斗起自己人的时候 非常勇敢 但是北军一来 马上就掩齐西鼓 好像连抵抗的意志都没有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个场面很像是当年满清入关的情况 江南的明军其实人数还是很多 也是很有战斗力的 至少他们跟着满洲人打南边势力的时候 表现得很有战斗力 而彼此之间相互争斗的时候 也是很有战斗力的 但是为数很少的满洲骑兵一来 他们马上全摊下来了 与其说是他们害怕和满洲人打仗 不如说是 害怕我跟满洲人打仗的时候 你一下投降了满洲人 在我背后戳一刀怎么办 朱大典就这样被方国安害过 所以这种危险很现实的存在 他们没法维持团结 每个人都太聪明了 就像一个歌剧团中 每个人都要当头牌歌女 谁也不肯当普通演员 那么这个歌剧团 只有四分五列垮台 江志士大夫阶级 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而山西的情况是 虽然他们对西方宪政 或者地方自治的理解 远不如广东 将这一代先进的士大夫阶级 但是他们人老实 比较团结 即使半通不通 他们搞出来的东西 是飞驴飞马不像样子 但他们内部团结不分裂 山西能够保持内部宪制的完整性 一连十几年不变 甚至是在北伐以后 沿西山改变他自己的初衷 加入全国性政治 把蒋介石的部队 共产党的部队都引进了山西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山西内部的团结 仍然是没有破裂 甚至在1949年 在讲的比较现代化的军队 都已经被打垮 成批成批带枪投降的时候 唯有山西那点 跟地方民团差不了的土鳖部队 坚决抵抗到最后 这就是山西地方精英集团高度土鳖和高度团结的一个证据 如果从德性论的角度来看 他们最像是罗马的湘鱼或者是英国的小地主 或者是美国的红伯山炮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 虔诚 他们是土鳖 虔诚的信奉神明 文化程度不高 就知道敬畏上帝 团结性很强 而他们的敌人 比如说法国人 希腊人 或者俄国人 都是知识分子很强的 文化程度很高 但是非常不团结 同时尔虞我诈要厉害得多 结果文化低 团结的群体 把这些文化高 四分五裂的团体给打败了 这就是所谓政治德性 如果我们把罗马人 英国人那种政治德性 翻译成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 当然这种翻译是歪曲的 但是所有翻译都免不了歪曲 按照这种歪曲的方式 翻译成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 那就是说 宪政这个东西 不是聪明人的政治 它是土鳖的政治 只有老老实实的土鳖 才能够行宪政 聪明的知识分子 是行不了宪政的 你之所以行不了宪政 就是因为人人都太聪明 都想利用别人 相互利用的结果就是 要么是本土出个二流子 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全部打倒 要么是外来的蛮族 把你们统统打趴下 就因为你们太聪明 所以大家一起倒霉 结论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严西山后半期 实际上是部分的背叛了他的初衷 如果我们用后见之名来看 他后来在北伐时期 拉同盟会的老关系 加入国民党 正当国民政府的副主席 发动了中原大战什么的 差一点搞成了北平军司令部 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进军离开了山西这个老家 就变得毫无战斗力 他们非常擅长的就是守卫 但是在进攻的时候 在外省作战 就完全不是别的军队的对手 而严西山这个人的表现 是格局太小 属于土财主 论老师忠厚 他可能比上海人 广东人要强多了 但是要耍心眼 是耍不过这些人的 论国际视野 或者是搞国际外交的能力 更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跟蒋介石和汪精卫这种人比起来 明显就是个土鳖 明显就是个地方性人物 和世界级领袖之间的差别 而为了这样短暂的胜利 他破坏了山西闭关自首闭门 搞发展的大好局面 山西在头十几年 经济发展是很好的 民众的实资率高达70% 即使是江这一代 恐怕也达不到这样的比例 而且他是一个职业军官 进军虽然进攻的战斗力不强 但是后勤是搞得最好的 小范围的后勤 军队不缺粮 不缺弹药 一旦他参与到全国性的战争 那么他不得不几次下野 让中央军进来 后来共产党军也进来了 山西的完整性 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他不加入这场战争的话 因为北伐战争的关键 就在于山西高地 明太祖的北伐是这样 蒋介石的北伐的时候 也是这样 如果山西高地 没有加入到南军的一方 北伐是否能够成功 是很成问题的 如果山西保持中立 或者是友好中立的话 张作霖政权 没有受到侧北威胁的话 那北伐军基本上 没可能把他赶出河北的 北伐很可能就像是 刘豫和岳飞北伐一样 充其量打到黄河岸边 把北军赶过黄河北岸 一度控制山东和河南的大部分土地 但是你只要控制不了山西高地 北军早晚会把你赶回江南的 阎西山的加入是相当关键的 他如果不加入的话 国民党政权可能始终就是一个南方政权 在国民党始终是一个南方政权的情况下 抗日战争会不会发生 是很成问题的 因为那时候北方张作霖或者是他的继承人的政权 和阎西山的政权势必维持北洋早期的政治模式 不会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 跟苏联或者日本去决裂 那么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 那么中国的分裂很可能是长期化的 但是这个长期化的分裂 对阎西山本人可能是最有利的 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 山西能够长治久安 而且经济发展能够取得相当好的成绩 现在大家印象中的山西应该是个很落后的地方 但是在民国初年的山西 它确实是一个模范省 如果这个模范省的局面继续维持几十年的话 对于阎西山和他的子孙应该是有莫大好处的 可以说从这个角度上 阎西山走错了一步 他辜负了他那些憨厚的山西老乡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相对而言 比如说相对于李宗仁的广西集团 或者韩富举或张学良集团 山西这个地方 集团的内部团结性和政治德性仍然是最优秀的 他们最不容易出叛徒 在逆境中间坚持的最久 一旦有机会的话 谈回原状 恢复原有版图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可以说近代中国如果搞联省自治或者行线 有哪些地方搞得最好 那绝对不是北京 北京是个寄生性的外地知识分子和外地人横行的地方 也不是四分五裂 永远像明朝士大夫一样凝结不起来的江浙地区 而是几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的省 山西 广东 湖南 还有东北这些省份 他们最有可能实现小共同体的完善限制 这些限制之所以垮台的话 我们要坦白承认 主要是国共两党的错 因为他们要搞大共同体 要搞一个整体性中国 他们有美好的重建新中国的蓝图 因此容不得这些小的共同体 把自己的组织资源搞得非常完善 这种特殊化的组织资源搞得太完善之后 跟其他各省差距拉得太大了以后 显然是不利于新中国一个整体性发展的蓝图的 民国人物纵横坛 张世昭 前面提到的陈炯明和阎西山 是民国初期精英中的一个类型 就是土豪类型 他们都是成功的土豪 离不开自己的乡土 因此有严重的局限性 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由他们的局限性带来的 如果离开广东 陈炯明就不是陈炯明了 他变成另外一个蒋介石 那么他跟广东的关系 就会跟蒋介石跟浙江的关系一样的浮泛了 阎西山离开山西以后 他也许会变成汪兆明或者张学良那种人 山西特殊性就不存在了 他的土豪性质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民国还有另外一种人 一般来说可能还是更吸引聚光灯的人 就是我称为游士的那种人 游士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地方共同体 他们主要依靠个人的才能 他们所希望的场地是全国性的 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精英人物往往是这种人 像是梁启超 李大钊这一类人物都是属于游士类型的人 这些名气比较大的人物可能还不是最典型 因为他们的生平是过于复杂了 不是特别好分析 另外一个人物可能反而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张世钊1881-1973 张世钊早年的形象给我们后来留下的印象是决然不同的 辛亥革命初期 他是南方革命政府那个阵营里面的 主要不是做行政工作 而是赵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搞法制起草工作的人 辛亥革命后张世钊离开英国回国 任上海民力报 竹笔江苏独独府顾问 民国初年是一个缔造宪法的时代 一般来说任何人只要是对宪法制定有点方向感 都会在这方面有所发言 但是真正有专业水准的人是非常少的 其实连宋教人和居正都算不上是真正专业的 他们是业于爱好者中水准比较高 而责任心和敏感性比较强的人 从法律技术角度来讲 真正的专家不算太多 而张世钊恰好是其中之一 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 政治兼工逻辑学 民国初年那些人 有点像80年代的启蒙运动那些人 是热情有余而专业技术不足 方向感很强 但是具体工作总是疏漏过多 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 他们当时是中国近代史上 最积极地引用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的人 但他们也采取了一个很荒谬的措施 就是在中国设立行政法院 理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行政法院 这时候张世钊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证 设立行政法院非但不是保障法治 而恰好是破坏法治的 因为宪法之母英国就不设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的技术上有千头万绪 但是政治上的精神是很明显的 他就是要给官吏以特殊的保护 不由普通陪审团审判 而要交给特殊的行政法院审判 行政法院的意义不仅仅是制定特殊的行政法律 而是要能够随时随地体谅到国家的理由 如果官吏很容易因为国家的理由 而受到审判像普通的被告人一样 自己付出代价的话 那么对政令畅通是有极大的危害的 我想现在的公务员都很清楚 我当过所以我知道 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跟老百姓起了纠纷 最后告到上级领导 结果往往是稀释宁人 到底这件事情谁对谁错是次要的问题 因为纠缠起来太浪费时间了 造成的损失比分清谁对谁错还要大 往往就是由政府那一笔钱给那个闹事的老百姓 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好处稀释宁人 只要能不闹事不来纠缠我们就行 你说是你是对的那你就是对的 这种情况如果按照英美那种法律体系 那么这个负责办事的公务员 你就得自己出钱请律师 你自己卖房子请个律师去跟老百姓打官司 如果那个老百姓要纠缠你 连续打十年官司 你就倾家荡产陪他打官司去吧 如果打输了该坐牢 你自己去坐牢跟你上级机关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上级机关不能保护你 我想如果按照中国现在这种国情 实行了刚才所描绘的那种英美的制度 基本上可以断定任何没有背景的公务员 唯一敢做的事情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笑 欧洲大陆系的国家 它的社会生态多多少少是比较接近于中国这种情况的 而它设立行政法院 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出现 如果出现民告官的诉讼 由一个特殊的行政法院去料理 这个法院会充分考虑到公务员办事的难处 不能打击公务员办事的积极性 因为励志国家的特点 像斯密所谓的立法国 就是欧洲大陆那种具有强大行政体系的国家 国家和行政机关差不多就是一回事 如果公务员不敢办事 那么国家其实就不存在了 即使公务员做的是错的 你也不能随便打击它的积极性 当然人权也是要保护的 行政法院的作用就是 一方面在具体的利益方面 保护普通老百姓的人权 一方面注意不伤害公务员办事的积极性 要随时注意国家的理由和证明畅通 这些事情 普通法的陪审员不会照顾到的 英美的陪审团 经常会让政府的公务员 警察之类的人 赔几百万美元 坐N多年的牢 大家都是置若网闻的 但是英美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打官司的这些公务员 都是地方系统的 他们要么是某个市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 或者是其他自治团体聘任的官员 那些自治团体的地位 其实跟一般的公司差别不大 不会说少了你一个 就影响政令畅通 再说 他也没有政令畅通这回事 白宫根本就不需要在地方上 搞什么政令畅通的 所以在他那种体制下 行政法院是不必要的 是对宪法的一个损害 是多余和碍事的东西 张世昭能写出这一点 我想那些人设计行政法院的时候 其实他们心里面可能还觉得 是在模仿西方宪政先进国家 他们根本分不清楚 大陆系国家和海洋系国家 正情国情民情和司法体制的相关性 就是闭着眼睛觉得西方好的 大概就是好的 我们象征性的模仿一下 好在哪里坏在哪里 也只是粗之大业的 有个模模糊糊的了解 大体上觉得西方先进 引进先进理念应该没错 具体的内容 比如对立法的科学 不同的法律应该怎样相互适应 应当怎样和社会环境相互适应 这方面他们是不清楚的 而从张世昭反驳他们的文章 就可以看出来 张世昭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他有做一个英国律师的良好才能 他在这一时期 因为他还没有负实际的政治责任 写这样的文章是相当多的 现在人把他忽略掉 实在是有点可惜 因为跟他比较起来 宋教人就算不上什么了 宋教人是宪法制定者 也许是个好的宪法制定者 也许是个坏的宪法制定者 但是宋教人不是一个好的立法者 他是一个非常粗之大业的人 国民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宋教人这样的业余爱好者 真正专业的人他们反而不太重视 张世昭就是这样一个专业人员 后来他跑到北洋政府里面去 可能不是出于偶然 北洋政府的技术官僚精神比国民党要强得多 后来国民党取代北洋 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 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 都属于是倒退性质的 等于是把已经好不容易学了半天交了很多学费 打下的一点基础推倒了 又在白地上让一帮粗人从头学起 再交一批学费从头搞起来 这种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再发生的 在政治上好像是进步的东西 但是从管理技术 立法技术上转了一圈 实际上是破坏性和倒退性的 因此反攻从头做起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张世昭在北洋那一边得到重用 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 1925年间教育总长 1926年任职政府秘书长 主要就是靠他在行政技术方面的能力 但是他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他真正的才干实际上是对英美法系的了解 但是北洋政府是不需要那一套东西的 那套东西对北洋政府的励志是有极大的伤害 赵民国初年的权力结构来说的话 谈论英美法系那些原则 原则上谈起来很好 但实际上执行起来 主要是捆住了政府的手脚 捆住了政府的手脚 就间接地有利于暴民运动 而国民党在当时是暴民运动的主要代表 所以国民党往往以投机性的方式来支持英美法系 或者是泛泛而谈地指出 北洋政府搞的这些不行 大陆法系实在太烂等等 但是实际上 他们也根本不是什么英美法系的爱好者 他们只是想拆台而已 就是想拆拆北洋政府的台 张世昭在这些游戏中 就扮演了一个很矛盾的角色 照他自己的学历出身 他最擅长的事情实际上是他不能做的事情 他恰好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 在维护北洋政府的励志国家 他是北洋法政系官僚集团的一个活跃分子和干练的精英 为北洋政府培养出了很高效的行政集团 但这个行政集团并没有遵守 他在民国初年所鼓吹的那些宪政原理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与其说是英美宪法的传播者 不如说是明治绝对主义国家的一个复制者 对于北洋政府来说 真正好用 方便 能够在短期内生效的东西 恰好就是明治国家那里 已经很成熟的那些东西 后来张世昭之所以会跟那些学潮扯上关系 也是因为他引进了日本的学制 此前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屈阳 校长杨阴瑜 运动已愈演愈烈 在张世昭的支持下 杨阴瑜宣布开除刘和珍 徐广平等6名学生 8月6日 张世昭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士大 当即通过 消息传出 女士大学生拒绝解散令 在报纸上号召曲张 并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 维持校务 周树仁为总务主任 在此期间 周树仁以鲁迅笔名写下 留言与谎言等文支持女子师大学生 抨击张 杨 8月12日 张世昭据文诚情免去周树仁的教育部签示一职 8月14日 免职令发表 但周树仁所认的签示一职 属于建人官 如要承接 需由主管上级被文申诉事由 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合议审查后 使得实行 张世昭并未办理这一手续 周树仁抓住这一点 于8月22日 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证院提交了诉状 平证院于1926年 于2月23日做出裁决 判定周树仁胜诉 恢复职务 日本在这方面的学制 跟他们的欧洲模范的原型不一样 也跟他们在古代的中国模范相距甚远 因为中国古代的儒家教育和欧洲中世纪 乃至近代以来的自由教育 虽然有很多不同 但有一点是相当相似的 就是他们比较看重民间自治团体 有很多书院都是民间自治团体办的 有独立的裁员 官府往往给资助 但是即使官府没有资助他们 仍然有一定的筹款能力 仍然有自我维持的组织系统 欧洲的学院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 是根据特许状建立的法人团体 从性质上来讲 侵犯大学的行为 像詹姆士国王曾经偶尔做过的 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 企图把天主教室应塞进牛津大学 担任莫德林学院院长 遭到坚决抵制 那就是一种违宪行动 侵犯牛津大学跟侵犯伦敦市 都是对宪法的侵犯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日本明治国家没有采取这种体制 它采取的是一种以利为师的体制 明治时代建立的学校 是由文部省负责管理的 它的自治能力 比起真正的西方大学 和中国古代的书院来说 是下降了不少 学校的管理人员 是按照公务员序列走的 张世钊想要引进的 就是这种日本体制 他认为 这种体制在日本看来运行得很好 而且精神十足 他觉得主要因为是体制的原因 只要搞出一种上下另行禁止的体制 就能够改变那些散漫的闹学潮的现象 就可以复制出 类似日本那种严谨的 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新精神出来了 当然从后世的角度上看 日本之所以有那种精神 还是日本有特殊环境的缘故 中国不一定能够复制这种特殊环境 但是无论如何 张世钊还是这么做了 他这种做法 是他跟北洋政府能够情投意合的主要原因 但是技术官僚 自有技术官僚的悲哀 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能干 你的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是两码事 行政上的干才 在政治上往往是白痴和受人利用的 张世钊在他手下那批人 包括像李大钊和鲁迅这批人眼里面 好像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但在北洋政府中间 他只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小角色 只要他的保护人倒台了 那么他的一切苦心经营 都要付诸东流了 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 张世钊实际上就已经落到中下层 他的后半辈子在上海当律师 表面上是当律师 实际上是在做政治前客 因为中国士大夫特别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你一旦尝过了权力的滋味 就好像是老虎见着血 你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专业人士的轨道上去了 不是技术上不可能了 而是心理结构上不允许了 即使你明明知道你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但是你总是舍不得这种滋味 总是要奔走于各派权势之门 希望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 张世钊后半辈子就是这样子的 他当律师 给陈独秀的辩护 给其他人辩护 其实都是政治前客活动的一部分 他真正的作用 是在各派势力之间拉签 其传递信息 充当交易媒介的作用 说的刻薄一点 他有点像是法国的沙龙 或者就国会时代 八大胡同的主持人那种人 他这个主持人 其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场的作用 而不是自身有很大的势力 而且随着党国体制日益趋向恐怖 他的交流场的空间正在逐渐的缩小 在同时还操着律师职业的情况下 他有时候还写一些文章 如果你孤立地看他那些文章的话 好像会觉得他是不是又回到了早年那种 鼓吹英美宪政的路上 或者看另一些文章 觉得他好像又沾染了苏俄革命以后 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 其实这都不对 这些文章都是投机性的 跟他当时在前课界的临时性措施 有很大关系 临时性措施都是很短命的 用完了就扔 然后他就要换一种新的立场 在他一生最后的阶段 立场变成了一个不值钱的 而且越来越不值钱的东西了 他就像是一条大鱼一样 曾经在很深的水里面游泳 但是出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 水越来越浅 他这条鱼慢慢就要被晒成鱼竿了 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 就是在晒成鱼竿的过程中 力图通过适应咸鱼干的生活 来改造自己的意识 这种改造也是相当痛苦 相当扭曲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尽管他是一个很狡猾 很会投机 而且差不多每一次投机 都能投到正确地方的角色 但他的生活仍然是相当痛苦的 游士总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 那就等于说 你必须歪曲自己去迁就你的环境 在这个方面来说 张世昭是一个典型 他的文章可读性 从早年到晚年是不断减退的 而且减退的方法非常狡诈 因为他的专业能力始终是很强的 甚至可能晚年比早年更强 他不断地用他的专业能力 去扭曲他的论点 把本来是自相矛盾的东西 粘接在一起 他一生中唯一一个逻辑连贯的阶段 就是1912年到1918年阶段 在这以后他的文章 老实说 如果不了解他的思想背景的话 最好不要相信他的文章 因为他的文章 与其说是展示了他真正相信的 或者他想要读者相信他相信的东西 不如说是展示了他运用专业技术 欺骗自己 说服自己的一种高超技术 这种技术 可以说20年代后期是个转折点吧 在中国知识界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流行到一定程度就会物极必反 使整个知识体系的复杂化精细化 变得毫无意义 让你觉得干脆根本取消掉这个交流场 用更加简单 更加低成本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 反而是有利可图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张世昭和张世昭所代表的这个巨大的群体 是在完成一种阶级自杀的行为 他是其中之一 但他不是唯一一个 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大钊 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样的使命 民国人物纵横谈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8的出身跟张世昭有点相似 但他的学历比张世昭差一点 他是日本留学生 而且成绩是不大好的 他就属于现在那种不大上课 但是喜欢搞学生会干部活动的那种人 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缺课记录非常的多 但是搞学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所以他的专业能力不是张世昭那个级别的 但他搞出的人脉对他很管用 他回国以后就依靠他的人脉在北洋系统中任职 他扮演的不是一个技术官员 而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思想吹鼓手的角色 1913年冬 在孙红一汤化龙资助下 东渡日本继续求学 随后结交了张世昭 成为假银杂志的撰稿者 1914年9月 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 1915年1月 加入刘日学生总会 任文市委员会编辑主任 后又参加了神州学会和中国经济财政学会 1916年2月 早稻田大学以长期缺席为由将他除名 1916年5月21日 刚从日本归国的李大钊与梁启超 汤化龙 孙红一等 一起出席了宪法研究会第一次会议 同年7月李大钊成为汤的私人秘书 中旬 他应汤的邀请前往北京担任陈中报 后改为陈报 编辑 尽管他在9月辞去了编辑之职 但他与汤 孙等人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断绝 特别是与孙红一的关系 在多年以后仍很密切 1917年1月 李大钊应张世昭之邀 参加贾银日刊的编辑工作 经张世昭介绍 1917年11月11日 李大钊离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学任职 1918年1月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920年7月 李大钊由图书馆主任改任教授 李大钊也是最早与苏俄建立联系的 苏联方面的材料显示 1919年3月 在厄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部 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 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 1919年夏天 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 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 伯特曼会见了李大钊 从他那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中 你可以看出 他对西方的各种宪法理论 和他们可能在中国的运用前景 是相当清楚的 他最希望引进的是那种脱胎换骨过的 明智国家主义 把北洋政府作为这种国家主义的载体 国民党所提倡的那套 有点左翼色彩的激进民主 是要打击的 社会主义也是要打击的 当时中国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数甚少 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少 而李大钊呢 在他的国家主义阶段 是非常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极少数之一 他打击马克思主义的路数 用我们现在的黑话来说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大保守的路数 所谓大保守指的 不是伯克那种英美保守主义 而是欧洲大陆式的 施特劳斯学派前身的那种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 共同体主义 共同善 所谓的德智主义 这种德智主义对张作霖和段祺瑞来说 是非常顺耳的 1913年4月 李大钊发表 弹劾用语之解分 反对革命党人试图借此前发声的张旭武 方卫案弹劾袁世凯 批评革命党和临时约法 误解了弹劾的法律含义 1913年5月 李大钊发表 暗杀与群德 将宋教人被杀的原因归结于群德 1913年6月 袁世凯发布财都督令之前 李大钊发表 财都督横溢 1917年2月9日 李大钊发表 我国外交之曙光 为段祺瑞政府欢呼 我政府对于德国 已表示不赞成之态度 此等表示 实为我国数十年来 于外交历史上 特放一线曙光也 为了批驳当时的反断现断言论 2月17日 他又发表 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 围绕全职武器 有些人把他误认为是对儒家的赞赏 说李大钊曾经赞赏过中国传统美德 那其实不一样 儒家在这方面的理论 是相当散漫的 李大钊跟19世纪德国思想家 鼓吹的那种 跟鲜艳民族主义 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主义 是非常密切的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 主要不是从经济学角度 和政治自由的角度上来反对 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那种 高度理性的功利的精神 对鲜艳的共同体纽带有腐蚀和破坏作用 这种逻辑 如果让费希特那些追随者来理解 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们认为民族没有共同体存在 一切权利都是无法落实的 而共同体的存在 不是依靠理性和契约做到的 而是依靠某种鲜艳的神秘的存在 你如果用理性的方式 用利益的方式去建构共同体 造成的结果恰好是适得其反 你会收到一种解构性的结果 哪怕你的初衷是为了建构 但是你收到的结果 就是破坏了神秘的 不可详细分析的共同体自然 就像是佛教图所描写的观察 就是对观察者的破坏 你只要研究它就是破坏它 共同体只能用神秘的方式 创造神话的方式来维持 比如像格林兄弟和歌廷根学派 所说的那样 不能分析 不能搞契约 不能有什么权力概念 德不是道德 而是一种近乎神秘的 维持共同体的纽带 它的好处就在于 你不能分析 不能分析你 就用本能赞同 用这种本能的赞同 来维持一个较低层次的和谐 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上 你才能维持一种较好的高级文化 才能够抵制那种 促比的功利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攻击 在这种粗比的功利主义 和世界主义的攻击之下 任何古老光荣的民族 都会丧失它的传统 首先变成一盘无法连接的散沙 然后迅速地被世界资本主义的 无根力量所吞噬 变得面目全非 甚至完全不复存在 它那些语言 如果翻译成白话文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话 很像是德国人 或者受德国人影响的日本学者 所说出来的 而不大像是丢不开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者 所说出来的 更不像是民主派 或者是社会主义者说出来的 当然那时候的李大钊 他当然也不可能是民主主义者 或者是社会主义者 但是他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开始阶段 他是不了解社会主义 才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了解社会主义 就皈依社会主义 实际上 他一开始就是了解社会主义 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路数 他是一定要反对社会主义 在这个时代 他的政治行为和思想路数之间 有着强烈的逻辑 有着逻辑和现实的高度一致性 他在政治上垮台的时间 跟张世昭是差不多的 他不愿意安心做教授的原因 也是跟张世昭差不多的 也是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忍不住 尽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 发挥实际政治作用 但是至少可以在各派政治势力中间 当一个前客 他当前客是玩脱了 最后他变成了国共两党 在北方的代理人 也发挥了替苏联在北方 建立情报信息网络的责任 因为承担了这种责任 最后他才死在张作霖的手里面 而公使团也才会同意张作霖搜查使馆 把他给揪出来 后来张作霖的手下京师警察 听出了一版很完整的 李大钊罪行录 这部罪行录不完全是真实的 但是里面包含的真实史料是相当的多 可以看出是大部分指数是确实的 李大钊的做法 等于是违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各国和国内搞政治活动的一系列默契 所以才会遭到他后来的那种下场 1924年1月 李大钊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 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1925年 在共产国际代表奥奇罗夫的支持下 李大钊指导创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4年底 1925年初 李大钊在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之间 牵线打桥 确定了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具体内容 3月 冯获得步枪5585支 子弹5820万发 机枪230艇 各种炮78门 手榴弹1万多发 还有火焰喷射器 军用器材 药品等 同年6月 冯玉得到步枪3500支 子弹15万发 火焰喷射器10具 飞机3架 马力4000把 冯还接受了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 负责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1926年3月底 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 迁入东郊民向苏联使馆西院兵营 1926年下 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 正式向苏方提出 驻华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 大使本身应具备的职权范围 及国际法所公认的基本准则 因此不再承认 加拉罕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 加拉罕离华反缩 苏联使馆成了一个留守处 1927年3月 张作霖和各国使团接洽 要求允许北京政府军警 进入东郊民向使馆区进行搜查 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 组织叛乱 4月4日 公使团首领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 各国同意了张作霖的要求 4月6日 张作霖派军警对苏联驻华使馆 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 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 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钊等 60余名中国人 以及15名苏联人 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 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 4月18日 京师警察厅公布了 根据这些文件 由精通俄语的查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臣编译的 苏联阴谋文证 但是作为思想家来说 他搞这些政治行动和他的下场不是很重要 关键在于他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 采取了一种逻辑上不大能够自圆其说的立场 从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了解来说 情况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一下子就转到庶民的胜利 或者是说反对代议制那条道路上去了 初看一下反对代议制 好像是他一贯的观点 但是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样的 早期他是按照那种德国式的路径 反对国民党或国会政治 是因为代议制代表的那种功利主义的算计 选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 就相当于是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他把政治给粗笔化了 选民之所以要拥戴一个议员 是因为他能给我挣得什么什么利益 然后我们就签订了一个赤裸裸的 毫无温情主义色彩和封建色彩的契约 你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就选你 满足不了要求我们选别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政治变成一种利益分赃的体系 跟做生意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种势快精神的组织之下 伟大的民族纽带不复存在了 也许在最初阶段这种势快能够带来一定的好处 但是由于民族本身的基础解体了 那么在共同体不复存在以后 它肯定会变成其他任何基于权力的野心家和外国人的俘虏 照德国人的看法 德国人正因为没有受到法国在拿破仑以后鼓吹的那些世界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才能够摆脱做法国附庸的命运 重新在欧洲打出一片天下来 照理大钊早年那些看法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亚洲各民族中间 变成唯一一个没有受西方奴役的民族 就恰好在于他在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 没有不加批判的引用功利主义这些理论 而是采取了保留日本特殊国体 从而保留共同体神秘性的做法 他认为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 这个逻辑你要攻击他的话 只能攻击他的前提不对 如果你承认他的前提和他的共同体理论正确的话 那么他本身是可以自洽的 是不能进攻的 李大钊的晚年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庶民的国际性的胜利 是一种很粗浅的喊口号的做法 即使在早期那些水平并不太高的马克思主义当中 也只能说是卑职不算高 卑职无甚高论 他在这里面的地位 好像一部分是出于他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他是属于老一代人 年轻一代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他 如果仅仅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 他甚至连早年的陶西盛这种人都不如 他讲的社会主义就是讲不出任何道理的 只是泛放而谈 就像推销商业广告那样去说 未来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我们要符合社会潮流 社会主义就是代表庶民的 庶民跟精英不一样 代一致就是代表精英 这些话实际上都是非常肤浅的 而且都只有几个点 他根本就形成不了体系 如果你拿这些著作 跟他早年的著作一对比 用椅子之矛 公子之盾的手法去比对的话 那你就很清晰地看出 晚年李大钊甚至根本没有资格 做早年李大钊在思想上的对手 早年李大钊基本上是不大参加论变的 但他那套国家主义的深刻性 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许多学者 就中国的情况来讲 他的深刻性和自洽性肯定也是超过梁启超的 超过梁启超那个短暂的 新中国和伯伦之理理论的 国家主义阶段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的 梁启超是个博杂的人 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没有挖得特别深 但李大钊曾经在他的点上挖得很深 但他晚年把这些东西完全抛弃掉了 李大钊写于1918年11月的 鲍什维森的胜利 没有康格雷 没有巴黎门 没有大总统 没有总理 没有内阁 没有立法部 没有统治者 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 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 由今以后 到处所见的 都是鲍什维森战胜的棋 到处所闻的 都是鲍什维森的 凯歌的声 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 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奇的事件 我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只能说在晚年他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标准来看待自己 觉得他既然在政治上已经投靠了苏俄的这一边 变成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总经理 他必须在宣传方面也要配合他的转向 至于太深刻的理论对宣传来说是没有用处的 他也不想去再深究他自己的矛盾了 最后他的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 他自己的肉体生命 政治生命和思想生命 都为他这种马基亚维利主义转向做了牺牲 从学者的角度来讲 最可惜的不是他被张作霖弄死了 或者被其他政治力量弄死 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即使他的支持者都没法划给他一条生路了 因为他们要把李大钊描写成一个真正共产主义 思想鼻祖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圣徒 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 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给抹掉 当然他们只能这样说 他早年反对共产主义 是因为他思想还不够深刻 了解还不够深的缘故 因此他早年思想必然是肤浅的 晚年思想更深刻以后 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但实际上恰好相反 他晚年的思想就是宣传口号而已 早年那些深刻的思想呢 由于他抛弃那些深刻思想的理由 好像是不大正当或者是不大纯洁的 所以大家反倒有必要硬着头皮说 那些本来相当赋予理解力 相当深刻的思想是肤浅的 因此大家不能详细的介绍 只能摘录几句 但是你翻他本人的文集 就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区别 实际上被他的支持者忽视和埋没的东西 才是他真正最宝贵的东西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由于敌人的打击而被埋没的 像李大钊这种 由于自己人的成功 被自己的支持者人为的埋没的人 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这个格局 恰好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 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样 所以李大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代表了尤氏的另外一个侧面 尤氏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给自己下判决的人 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路给死锁了 往往不仅仅是在生前 而且是在死后都给自己锁了一个死局 而且越是聪明的人给自己做的死局 越是难以解开 就是这样 民国人物纵横谈 顾维军 如果民国按照第一条路径走到底 顾维军在他年老的时候应该享有跟在位的国家元首差不多的威望 但现实中他最后变得默默无闻 变成一个学者型的人物 这是他个人的悲哀 也是19世纪国际体系在远东崩溃 中华民国早期限制在国内崩溃的一个缩影 除了尤氏和土豪这两种类型以外 民国人物还有第三种类型 多多少少有点不大像是中国人的类型 就是顾维军 1888至1985 这种职业外交官类型 他们的人数之少 和他们发挥的历史作用之重要 是不成比例的 民国初年 不仅是东郊民相的外交使团 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 实际上 在北洋政府中 年纪很轻资历 也很浅的外交官 仿佛也分享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条约特权 他们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宪法 组成部分里面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有点像日本军部 日本军部实际上是个宪法主体 它发挥了跟内阁差不多 经常可以否决内阁决定的作用 北洋的外交部 也成为了这种不成文宪法中的宪法主体 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 主要不是因为它本身足够强大 而是国际体系要求中国 有一个中央政府的门面 因此 外交部对北洋政府 有一种像土耳其军队 对土耳其政府的那种宪法否决权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末期 青年土耳其党的军人势力 实际掌握了政权 如果外交部认为 一个政策是不行的 那就一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政策 会把中央政府 引向跟条约体系 发生冲突的地步 而一个根基薄弱的中央政府 经过这个冲突以后 基本上是没法幸存的 像袁世凯就是个好例子 自从日本公开表示反对地质以后 他实际上应该及时停止 陆征祥和那些他手下的外交官实际上是提过警告的 但是他在清贵近尘的影响之下拒绝停下来 国民党的史官认为他是被自己人或者蔡厄或者南方各省推翻的 但是袁世凯本人却认为他是毁在日本人手里面的 说的更彻底一点 日本只是东亚体系中间比较积极 比较跋扈 比较霸道的一个成员 实际上袁世凯是毁在企图未经列强允许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敏感的关键期改变限制的努力之上 当时英国人反对袁世凯 其实也是不亚于日本的 只是英国人在外交方面比日本要老练许多 所以他表现得非常微妙狡诈 但实际上发出信号是一样的 简单说就是这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敏感期 协约国希望是远东秩序保持不变 不要多生质解 这不是为了支持一方 还是反对另外一方 我们要的是维持现状 谁不高兴维持现状 我们就反对谁 袁世凯之所以完蛋 就是因为触犯了这条不成文宪法 因为民国早期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附庸国 所以附庸国的宪法 第一条就像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一样 远东附庸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 本国的宪法必须从属于国际社会 特别是要从属于远东条约体系 违背远东条约体系的 不可能不违背本国的宪法 这条不成文宪法 就是早期民国政治逻辑的关键 东交民相和外交部实际上是发挥了一个最高法院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顾维军这样的不倒翁的出现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以宪法仲裁员的身份起作用了 他和他的同僚发挥了很多仲裁作用 例如在张勋复辟进京的过程中间 他给予了张勋和段祺瑞军队以无害通过权 按照新丑条约以后的正式规定和不成文惯例 京津飞军事区由八个或者九个联军据点看守 这整个走廊的治安维持权力是属于联军的 而中国军队不经过联军的允许 不能够在这个地区自由地进行军事活动 但实际上几次军阀混战都从这个地区通过了 这就要运用无害通过权的原理 就是说像是波斯普鲁斯海峡那样的比较要害的海域 只要利用官方的国家对海峡两岸的政权 没有造成敌意或者什么东西 那么他自己的船只和军队仍然是可以正常经过的 这就是所谓无害通过权 蒙特勒公约就是无害通过权的比较精细化的体现 京津飞军事区的主要特殊性在于 因为列强不团结 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也不团结 如果联军愿意让某方通过 或者不愿意让另外一系人马通过 他本身就会在中国的内战和派系斗争起决定性的影响 信息是项有力的武器 也就是说只要消息公布或者正式行诸文字 就足以造成宪法上的影响 这个影响肯定是偏袒某一方 而不利于另外一方的 因此就是连行诸与正式文字的协议 或者是宣言也不能做 这一切只能依靠一个小型俱乐部 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默契才能做得到 像猪尔典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默契的中心 北洋政府的外交官之所以必须得长期再任 不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 原因也就在这里 换一个人就会破坏原先已经达成的默契 重新建立是很麻烦的 在中间的波动期 你所造成的解释上的差异 实际上肯定会造成宪法危机 有些人比如说像日本人方泽千级公使 1874-1965 1923年就任驻华公使 参与处理一系列中日冲突问题 1932年任权养役内阁外务大臣 曾经做过这种事情 在郭松林反对张作霖的战役中 恶意地公布了一个消息 说日本人对郭松林的军队提出的无害通过权 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虑 仔细的考虑按说这是一句废话 任何决定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但是日本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张作霖的军队经过的时候 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表示 他们要仔细考虑 他们是默许了 根据以前各次内战形成的默契 只要不损害日本利益 你过了就过了 我们不管你 对别人他们都是假装看不见 而唯独对郭松林说 看见了而且要考虑 而且没有正式拒绝 只是表示了态度上的差异 这个态度上的差异立刻就导致了郭松林阵营内部的崩盘 实际上当时北大营已经没有兵了 大部分缝隙的兵已经叛变到郭松林那边去了 叛变的主要理由就是日本人没有明确支持张作霖 所以他们闹不清日本人的态势 但日本人只要说出这种话来 就等于是表示他们即使是不支持张作霖 但肯定是不喜欢郭松林的 这时候除了守卫锦州一代的魏以三之外 郭松林的大部分部队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叛逃到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一边 战局立刻就逆转过来了 郭松林夫妻和林长民都死在乱军之中 这就是破坏外交默契产生的巨大宪法作用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国公使和领事 对孙文广州政府索取关于的要求 这个要求不在于他有或没有给予关于 而是在于他把这个要求拿出来公开讨论了 公开讨论最主要的意思是增加程序的复杂性 因为他等于是要征求列强和在世各方的意见 而当各方中在那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中 肯定有不止一种的势力 是对孙中山有幸灾乐祸的想法的 如果他对孙中山怀有友善的动机 那么他就应该采取假装看不见的政策 先让他们拿了钱去再考虑这个问题 实际上以前他不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在袁世凯行将倒台的时候 同样控制各国海关的英国和各国专业集团 就曾经采取过有利于保镜安民的政策 就是说在地方政府极度窘困 军队很可能变成武装盗匪的情况下 为了缓解燃眉之急 准许你做临时性的挪用 仅仅为了保护地方和商业利益 这些商业利益 跟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是利害相关的 维持世面的太平 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 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些事情是不用说明白的 只需要通过低级官员的技术性手段就可以做到 上级官员假装他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他居然表现出来知道 而且要拿出来讨论 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已经微妙地改变了态度 但是又不打算落下任何痕迹 当时的外交和内政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他离不开向顾维军这种人 如果你把宪法当作一个复杂的艺术品来考虑的话 那么民国初年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县制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微妙状态 就像一个美妙的艺术品一样可爱 世界历史上能够找到与之媲美的情况是不太多的 也许只有奥兰治亲王时代的联合七省的宪法才能与之相比 在那个非常复杂的宪法体系当中 基本上每个自治室 每个省的省议会 三级会议和总督本人之间 构成一个异常复杂的三维立体网络 而且这个网络还和路易十四 罗维十四 1638-1715 1643年-1715年在位 德巴黎宫廷和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1661年-1685年在位 德威斯敏斯特白厅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小道交织在一起 直接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宪法演变 这种局面需要有最高超的艺术 能够玩动这种艺术的人 可以说吧 他的政治艺术的水平达到了全人类有史以来能够达到的最高峰 跟他比起来 其他人也许比他强大 但是都是一些权平实力蛮干的义勇之夫 论狡诈聪明和微妙 绝对不能与他相比 中国历史上 自从春秋战国结束以后 中国政治达到最微妙的高峰时期 恰好就是北洋时期 顾维军他们负责主管外交和宪法解释的这个微妙的时期 对于他们来讲国民党的革命外交不是一个进步 是专业官僚默契的消失 和鲁莽的群众政治家干预加强的开始 这些干预一旦加强的话 各方外交官的权力都极度消退了 在北洋时期 列强特别是日本驻中国的外交官 可以享受许多特殊的好处 是派驻到欧美的外交官都享受不到的 不仅仅因为中国的物价比较低 同样的工资在中国可以享受到 在欧美享受不到的超高等待遇 像路易 艾利这种人 在本国混不下去了 一跑到中国来 就可以过上跟王侯差不多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中国发挥的实际的地位 就一下子可以变成一个大人物了 对中国和本国政治 都可以发挥一种类似迈克阿瑟 曾经在占领日本时行使的那种微妙的权力 这对于有任何野心的人来说 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日本外交官来到中国以后 很难抗拒这种诱惑 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回国 即使是比较规范的英美外交官 情况也是这样 美国外交官有一种习惯 发挥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倾向 喜欢在关键时刻跳出来 保护中国的行政独立了 要求列强自我节制了 不要行使条约权力等 这一点在南京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因为南京事件中他们是主要的受害者 蒋介石军队枪杀和抢劫侨民 主要的牺牲者是美国领事和美国大学校长 其中有很多美国侨民 作为主要的苦主 如果美国说一声要打的话 已经开到下关的联军炮剑的话 完全可以给你搞出第二个羹子事件来 但主要是美国外交官行使他们的独立判断权 坚决要求维护中国人的感情和进步事业 因为中国是亚洲唯一一个共和国 是美国的兄弟之邦 他们有一种近乎浪漫的感情 要求维护这个共和国 这些决定并不是由华盛顿的总统和国务院做出的 因为当时的外交官临级裁断权 比现在要大得多 而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地方 外交官的临级裁断权 又比在欧洲那些国家的临级裁断权要大得多 这是从庚子以来的传统 他们就是这样能够扭转历史进程 甚至可以说 后来的抗日革命外交和抗日战争 恐怕就是由于他们这种特殊地位造成的 国民政府1928年正式成立之后 他的实际行动造成的后果 就是极大的削弱了外交空间 尽管顾维军仍然在位 从品级和待遇上来讲 他一点都没有变化 但他实际上特殊的宪法权力消失了 可以说他由一个宪法制定者 变成了一个外交办事人员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权 始终是掌握在不稳定的派系手中 有时候掌握在蒋介石和他周围 那些愤青色彩很强的民族主义者手中 有时候又掌握在汪精卫和唐友人 那一批意识形态官员手里面 但是职业外交官 真正最会玩外交游戏的 这些外交官的黄金时代 就永远结束了 革命外交就意味着 不遵守正常的外交观念 外交渠道 正常的外交渠道 最主要的语言是信誉 也就是说你达成的协约 应该是无需监视 无需列强监视 也无需任何人监视的 你应该自己能够执行 如果你自度执行不了 或者是不应该执行 那么这个协议你就不应该签 你可以不签协议 但是如果你签了协议却不执行 这是不绅士的做法 外交官都是绅士 是不能容忍这么做的 你干脆就不要签就行了 以前李鸿章时代和北洋时代的外交官 都是遵守这种原则的 但是革命外交 恰好就是依靠破坏这种原则起家的 干脆说吧 就是要在我没有能力撕毁条约 我也不敢撕毁条约的情况下 字面上遵守条约 但实际上 我用小聪明和小动作 维护破坏条约的精神 最危险的这类动作 就是讲在上海的动作 本来停战协议是规定 中日双方都应该从战区撤军 上海应该只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 但是讲用一个很简单很狡猾的步骤 把这个问题回避了 他让他的军队穿上警服 以警察的名义开进来 在松户抗战以前 中国军队在上海已经有几十万 而日本人还比较傻地遵守了条约的限制 只留了很少数的象征性的部队 对这种行为 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外交界的做法 那就是卑鄙的耍流氓 绝对是不绅士的做法 但是真的有一方不绅士的情况下 那怎么处理是个大问题 毫无疑问 在戈登将军和太平天国那个时代 洋枪队就要出马了 甚至大英帝国会直接派炮剑过来轰你 那是你活该的事情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协约国在远东的权力衰退了 同时美国也在推行他的威尔逊主义 要求你减少赤裸裸的干涉 苏联也在推行他的反帝革命外交 情况变得非常混乱 各方也协调不起来 这种可以说耍流氓的行动 就获得了极大的空间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职业外交官的信誉不管庸了 中国外交官做出的承诺 中国国民政府是不会执行的 日本外交官做出的承诺 日本军队也不会执行的 日本的军部等于说是发展出了一套独立的外交体系 搞他们一套半生不熟的私人外交体系 而国民党这方面呢 他发展出了好几套相互冲突的外交体系 蒋周围的私人进城有一套外交体系 东北军和西北军各有个自己小集团外交体系 国民党的几个主要的政治派系 都有他自己的外交体系 像蓝衣社和军统这样的组织 因为他处在敏感的位置上 纵然是城市不足 至少是败事有余的 至少他可以通过一系列暗杀恐怖活动 把汪精卫和唐友仁的政府 搞得好好的协议破坏掉 让你搞不成 与其说是打击日本 倒不如说是打击蒋介石 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敌人 通过让你汪精卫搞不下去 让你孙科搞不下去 这样就间接的有利于蒋介石 让蒋介石比较有机会卷土重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外交变得毫无意义了 外交的意义就是信誉 如果你签署条约 却保证不了能不能执行 而且甚至也预算不出来 哪一部分是可以执行的 哪一部分是不能执行的 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愿意跟你 去搞外交 签署这些条约的意义 就变得非常有限了 结果 抗日战争以前就出现了 很多半项条约 有半不向条约的临时协议 君子协定或者停战协议 而这些本身按说是不应该有外交效力 或者说是不应该有完全外交效力的协议 发挥的作用 反而比正式的外交谈判要大 所以广天原则或者必原外交 变得都没有意义了 而国民政府根本就提不出什么像样的外交原则 顾维军这些人虽然仍然在位 但他们按照国民外交和革命外交的原理 变成了类似于文宣人员的角色 他不再和欧洲的外交俱乐部对话 而是直接诉诸于欧洲的国民 这也是革命外交的一个特点 他认为帝国主义外交之所以能行得通 是因为善良的人民没有参加的缘故 剥削和压迫都是特权阶级搞出来的 如果我们直接诉诸全世界人民 全世界人民应该是善良的 应该能体谅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绕过外交部门 如果国际会议不能把东北还给我们 我们就要向英法等国的民间舆论呼吁 要求民间舆论站出来约束他们的政府 迫使他们满足我们的外交要求 基本精神大致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政策的推行使外交的混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把外交部门的责任感破坏殆尽了 抗日战争的发生严格来讲不是偶然的 它是外交规范长期破坏和可信任度持续降低造成的 只要可信任度降到非常低 各方对对方行为的预期完全没有办法把握的时候 即使极小的根本微不足道的理由都会引起巨大的冲突 可控制因素会完全消失 引起抗战的那些因素 在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微小的 而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把责任栽在日本头上 像卢沟桥事变那个士兵失踪事件 是谁搞的现在搞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第一 它不是日本人搞的 第二 进行演习的日本军队连实弹都没有配置 而且高级指挥官不是在生病 就是在休假 这样的军队应该是不能作战的 所以根本不是日本人故意设计的 像上海的虹桥机场事件 如果不是国民党搞出来的 那也是一场偶然事件 日本人没有在上海开战的计划 在日本作为唯一有力量主动开战的一方 根本没有开战计划的情况下 战争居然能够全面爆发 而且不是局部的 而是彻底的 这不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冒险主义 超过以前和以后 恰好就是因为战争以前那段时间 双方的外交渠道和可预期性 已经遭到了空前彻底的破坏 国民党在这方面 其实还有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也差不多 扮演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自杀性的角色 顾维军在这段交涉期间 基本上是在欧洲跑来跑去 他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 知道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已经死亡了 他在欧洲做的一些事情 实际上就是让国民党那些土鳖领袖 觉得他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 但是任何一个外交官都可以看出 他做的完全是跟不做差不多的 他等于是在扮演一个报刊杂志 专栏作者的角色 写一些好像是具有外交专业水平的专栏文章 给各大报纸发表 向他们论证 条约体系有哪些不好 应该怎么怎么样来改造 中国的要求是多么多么的合理 诸如此类 我相信在当时欧洲本身外交局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 看这些文章的读者是极少的 就算是看了 感觉也就像看玻利维亚人 巴拉圭人论证大峡谷归属问题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对格兰查科大峡谷北部 约2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 一直存在争议 那样 觉得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顶多是像古玩一样收藏下来 以顾为君对公众的了解 他肯定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只会得到这种结果 但这样做保护了他自己 使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那些政治风浪中没有受到明显的攻击 当时的外交官是很容易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暗杀的 他躲过了这个时期 安静地等到战争爆发 战争一旦爆发 外交性质就变得单纯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敌人 就是日本 只要尽可能的发动各种力量反对日本就行了 当然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爆发在北京和上海的两次事变都是偶然性很强的 而日本人在这些偶然事变中的无辜性是很明显的 所以当时英国外交部和罗斯福政府都不承认国民政府是受害者 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面禁运的做法 就是说不卖武器给中国也不卖武器给日本 这当然实际上是有利于日本的 因为日本要强的多 从这也可以看出 在美国心目中 中国并不是无辜受害的一方 而英国实际上是更怀疑中国 他们的外交更老道些 调查也更彻底些 非常清楚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中是没有责任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在抗日战争早期 军事支持一部分是从德国来的 主要是依靠商业交易 出口污矿什么的 主要是商业行为 缺少政治上的合作 政治上的支持只能来自于苏联 苏联在外交上支持 在军事上也支持中国 在这个阶段 蒋政府实际上是像是1948年的杰克贝奈斯政府一样 变成斯大林的一个政治附庸了 从格局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斯大林和日本都实现了他们的外交目的 日本的外交目的实际上是这样的 它要打击国民党的理由 不是要反对中国本身 而是因为国民党亲共 是一个被共产党严重渗透的集团 为了抵御亚洲共产主义的整体性的威胁 为了维护文明世界的条约体系 我们日本不是条约破坏者 而是为了文明世界 维护条约体系 反对共产主义瘟疫的一个代理人 国民党是因为拒绝配合 我们才挨打的 在这一点上 它实现了目的 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策 使它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目的 而苏联人的目的更简单 它就是希望中国作为人弱盾牌 去抵抗日本第一波攻击 在中国和日本的相互消耗中 苏联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安全 它也达到目的了 蒋介石在这两场游戏中 都是绝对的输家 而他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 新兴的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比起来 是一个多么土鳖的集团 外交官所做的全部努力 都是竭尽全力地制造出 对自己最不利的局面 如果他根本什么也不做 或者闭着眼睛 像义和团一样蛮干 他造成的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就是如此 但是他苦心经营 居然还造成这样的结果 还不如盲目蛮干造成的结果 这表现出的 只能是不可救药的愚蠢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是反对西方的责任 落不到日本头上 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指望 西方国家会真正支持你 你顶多可以搞一些 商业贷款之类的活动 给自己捞几个小钱 补充一下抗战 像是同游贷款之类的 这实际上都是商业交易 并不能解释 成为西方对中国的支持 要搞定这些活动 实际上根本用不着 顾维军这样的外交官 像陈光辅这样的企业家 就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外交官在抗战前 采取空转的状态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 像胡适这样 百分之百业余爱好者 居然能当驻美大使 蒋介石在抗战开始几个月 就对美国的援助 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而他居然会让胡适 当驻美国大使 这等于就是 外交失败的一个证明 如果对美外交 真能搞好的话 那他一定是需要 专业能力很强的 外交官去干的 业余爱好者 绝对拿不下来 业余爱好者 能够长期在位 就说明一件事 就是驻美外交 已经完全失败了 你没有什么可干的 就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任何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在那去等于说是 让你休假去了 美国图书馆里 不是有好多书吗 让你到那去休假去 你不是喜欢看书吗 有的是书让你看 你就去搞你的国民外交好了 到美国民间去演讲 让他们同情一下中国 这当然是一点用处 也没有的 就是因为有用的事情干不了 才会让胡适这样的人 去干一点聊胜于无的事情 照唐德纲的说法就叫做 捕鱼捞虾不耽误庄稼 这是非常实在的话 抗战早期的中国外交处在山穷水尽的状态 只有苏联人援助中国 但苏联的援助是有很大代价的 无论中国是哪个党派执政 这种援助都会使中国对苏联的依附性日益加强 苏联干涉亚洲大陆 统治亚洲大陆的地位持续加强 可以说斯大林自从在30年代打了一张好牌 奠定了苏联此后30年的外交顺利 从抗日战争到越南战争 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它所有的战略目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环就是抗日战争爆发 这个主要的贡献是国民党做出的 而国民党之所以搞砸 恰好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 或者说就是因为它重用了党棍搞意识形态外交 把外交俱乐部那些训练有素的外交官的外交网络 彻底破坏的结果 外交官真正恢复他的正常角色 还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 这一点就又是证明了国民党在外交上的无能 虽然有一种说法是 蒋介石政府把弱国无外交的定律给推翻了 通过弱国外交争取到了列强的支持 但其实恰好相反 珍珠港以后的外交成就 不是由中国的外交成功造成的 而是由日本的外交失败造成的 有时候你因为别人的失败而获益 这并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 从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情况来看 无论罗斯福政府还是美国民间 实际上对胡适那种活动的反应都是很小的 胡适确实找了不少观众和募捐人 但是就美国社会的情况来说 每年都有大量的募捐 其中一部分民间募捐流到中国 这跟基督教的慈善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在国际事务的天平上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而且丝毫也提高不了国民政府的战斗力 而国民政府采取的那种外交政策 基本上也是愚蠢的 它等于是想向西方说明 中国把外国势力逐出亚洲大陆 是一项正当而且可遇的事情 问题在于从西方的角度看来 这种排斥外国势力的做法 跟日本军部排斥外国势力的做法 差不多是一样的 罗斯福政府反对日本 不是因为它热爱中国 或者是热爱中国人民 同情中国人民 而是因为日本人在长江流域 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英美企业和外国经济的举动 他觉得这是一种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外 建立平行体系的危险努力 为此 他对日本越来越不满 开始对日本施加压力 在这个方面起作用的主要是日本人的鲁莽 而中国人的宣传如果起了作用 也是帮到忙的 因为它等于是告诉美国人 不仅是日本人想把你们从中国赶出去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个意思 日本人想把你们赶出去 我们想把你们和日本人一起赶出去 他的话翻译成大白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外交如果能收到效果 那才真是奇迹 没有收到反效果 那实际上是要感谢日本人的鲁莽 超过了他的鲁莽 美国参战以后 国民党实际上站位已经站定了 双方凭自己站在哪一边 就已经可以明确自己的地位 复杂的外交变得没有必要了 高超的外交技术也变得没有必要了 真正的外交就是一个问题 在盟国内部的分配中间 怎样能够给自己争得最大份额 在这个方面 蒋政府又完全输掉了 他得到的资源还不如苏联的十分之一 苏联得到的资源是用不完的 直到抗战结束以后 还有很多用不完 后来有很多都交给共产党党用在国共内站上了 那是美式装备 后来毛泽东在展示他的小米加步枪的表演的时候 特别要求拿一些美式装备来展出 证明蒋介石是多么腐败无能 他们的美式装备都落到了我们的手上 但是实际上这些装备是苏联人给他的 确实是美式装备 但是是美国给了苏联 让苏联来打德国人 而德国人被打败了以后 苏联人还没有用完 又顺手给了共产党 在东北打败了国民党 然后又毛泽东把他拿出来做样本 作为他缴获国民党武器装备的样本 当然他缴获国民党美式装备也是有的 其实这个游戏也是不必要的 从这场游戏中你就可以看出 尽管在抗战后期日本人的错误 把国民党推到有力的一边 但他的外交技术仍然是非常拙劣的 争取援助的多少和援助的份额 这是非常专业的项目 像王世杰那种人之所以完不成这个任务 是因为他受到国民党党文化熏陶太深了 他与其说是外交官 不如说是内交官 他主要担心的是承担责任的问题 主要是担心在万一外交失败了 或者让出了什么利益之后 别人会把责任推在他的头上 让他当替罪羊 好的外交官像顾维军这样的人 在中苏建交谈判中表现的就是一个不怕当替罪羊的人 但是王世杰是一个怕当替罪羊的人 而国民政府后期所有主要位置上的外交官都是怕当替罪羊的 真正有专业技术的外交官像是顾维军本人 已经是靠边站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孔祥西政府 宋子文政府和王世杰这帮人搞出来的外交 首先就是在罗斯福政府内部输掉了美元份额 接着又像傻瓜一样让苏美达成了思乡授受的雅尔塔协议 把东北交了出去 然后在外蒙的交涉之中 轻而易举地交出了外蒙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交出外蒙是必然的 他肯定会输掉 但是如果是顾维军或者是其他不怕挨骂的 不大在乎舆论影响的外交官来谈判 他是可以提出一些比较好的交换筹码 例如在新疆问题或者是在共产党问题上 他实际上可以要求 虽然苏联对蒙古是志在必得 对满洲也是志在必得 但他本来可以从苏联要求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担保品 而实际上造成的外交局面 是国民党做出了所有的让步 却没有捞到可靠的担保品 而对方处在随时可以一高兴 就被信弃你也没办法报复的地位 蒋介石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 就是搞革命外交 要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他从头到尾都是基本上毁在这个事情上了 抗日战争时期 内战甚至朝鲜战争时期的对美外交 这种特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只有在金门危机以后 以及法国戴高乐和蒋介石断交以后 蒋的外交空间渐渐消失殆尽 他慢慢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已经什么也不能做了 这时候他对外交活动的破坏力才逐渐降低 这时候的顾维军已经连一个靠边站的外交官都不是了 等于是一个任睿一样的活古董 因为他在国际外交界的资历很老 哪怕是在国际上参加过巴黎和会 而且现在还活着的老外交官已经是为数不多了 把他派到国外去走一圈 就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圆这个面子 就像同时国民党派一位很有希腊文化功底的学者温元宁 去希腊当大使一样 他发挥的作用就跟胡适当驻美大使一样 就是要改善我们中华民国的形象 让你们看看我们还有这么渊博的学者 这种人我们不缺 但是这种人能搞什么外交 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搞成 最后毛泽东的政府把他踢了出来 他对希腊文化的渊博知识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而新中国派去的那些外交官是一点希腊文化都不懂的 但也没有妨碍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 顾维军的一生就具体而微的体现了 我刚刚说的民国的第一条路径没落的历程 如果民国按照第一条路径走到底的话 像顾维军这样的元老人物 肯定越到老年越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协调程度将与日俱增 像顾维军这样的人物 到他年老快要去世的时候应该享有跟在位的国家元首差不多的威望 但是现实中最后他变得默默无闻 变成一个研究型的学者型的人物 这是他个人的悲哀 也是19世纪国际体系在远东崩溃 中华民国早期限制在其国内崩溃的一个缩影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点赞和订阅点赞和订阅点赞